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那有无种常见的美食 可能是发胖的元凶 如果你经常吃 难怪会越来越圆润 第一种就是牛油果 牛油果受到很多健身达人 包括减肥人士的喜欢 它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膳食纤维 不仅饱腹感强 还能够平稳血糖 补充营养 那其实牛油果 它含油量是非常高的 属于一种高能量 低糖 高脂肪的水果 其中脂肪含量高达15%到30% 每100克牛油果 它所含的热量高达161大卡 所以牛油果吃多了 会导致你的身材慢慢变胖 那第二就是混合燕麦片 燕麦的饱腹感非常强 升糖指数还比较低 所以受到了很多减肥人士的喜欢 但是咱们市面上买到的燕麦片 大多都会混合像干果 水果干 玉米片等等 甚至会经过膨化处理 含有糖精等等反式脂肪酸 那混合燕麦片呢 不仅营养价值低 热量糖分脂肪都是高的吓人 如果你在减肥期间吃了这样的燕麦片 会导致你的身材越来越圆润 建议正在减肥期间的人呢 选择燕麦的时候最好是纯燕麦 它含有的糖分比较低 还能够加快肠道蠕动 保持肠道干净 体重会慢慢下降 第三种呢 就是蜂蜂酸奶 酸奶呢 大部分人都认为是减肥必备的食物 它不仅含有丰富的钙质 其中含有的益生菌 还能够促进食物的消化和吸收 加速肠道蠕动 清除肠道垃圾 但并不是所有的酸奶都有益于减肥 比如蜂味酸奶 蜂味的发酵乳 当中含有大量的藏份 含糖量一般都在8%到14% 如果喝多的话 反而会导致身材越来越圆润 如果你正在减肥期间 购买酸奶的时候 一定要看好营养成分表 尽量选择添加物少 能量脂肪量 碳水化合物含量比较低的种类 那第四种呢 就是鸡爪 鸡爪虽然看起来没有什么肉 热量却是鸡胸脯肉的两倍 一般一个鸡爪大约重50克 可以食用的部分 大约在60%左右 含有的热量为76000卡 那如果每顿饭吃四个鸡爪 就相当于吃了两小碗米饭的热量 有些女性认为呢 吃鸡爪可以补充胶原蛋白 但是它的利用率非常差 很难达到保养肌肤的作用 如果你在减肥期间呢 经常把鸡爪端上饭桌 那么就会导致热量摄入超标 第五种就是啤酒 有些西方国家呢 把啤酒称为液态面包 虽然这种说法有点夸张 但是它的营养并不能和面包相媲美 那啤酒的热量 的确是可以和主食相比 100克啤酒含有 32000卡热量 我们平时喝500毫升桩的啤酒 就相当于一个馒头的热量 经常大量饮酒 就会导致体重飙升 那喝酒的时候 很多人往往还搭配像烧烤呀 炸鸡这种高热量食物 再加上酒精在干燥分解的时候 会扰乱代谢规律 拖慢了食物热量消耗 更容易引起脂肪堆积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关注我了解更多健康知识